朋友们大家好 有一位粉丝朋友在开车的时候 因为前车变道发生了刮碰 他给我发了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 大家来一起看一下 视频车行驶在多条车道的快速路上 因为正前方有车辆 而且左侧车道前方也有车辆 所以视频车向右车变道 视频车刚刚完成并线 前车的右转向灯突然亮起 也要向右车变道 视频车向右打方向进行避让 视频中可以看到 视频车已经进入到了应急车道 可是结果还是发生了刮碰 下面我来分析一下 这是谁的责任 以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操作 这条路是限速100的快速路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视频车并没有超速 前方车辆在变道时 没有细致观察 右后方是否有车辆 根据道路交通法规 前车在转弯变道时 后车不能超车 如果前车在变道时 后车已经完成变道 至左侧车道正常行驶 此时前车变道影响进入车道的车辆 正常通行 前车负全责 像这种在多条车道 同时往中间车道并线 左侧车辆应该让右边的车辆 因为驾驶员的位置在左侧 一旦发生碰撞 事故受伤的肯定是驾驶员 那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操作呢 下面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视频车发现前车变道 两车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视频车应该踩刹车减速 让速不让路 因为前车速度也有90左右 带一脚刹车 让前车先走 视频车当前车速是95 打方向进行避让 容易被撞到侧面 使车辆失控 而且容易造成翻车 如果和旁边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那就是视频车的责任了 如果采取让速不让路刹车 即使发生碰撞 也是前车的责任 车辆高速行驶时 打方向避让本来就容易失控 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造成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就是 不按规定让行 所以我们开车要了解让行原则 有时候就算是对方违规 我们也要主动做到让行 毕竟身体是我们自己的 安全最重要 这样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如果是你们开车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样操作呢 请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